12月20日第15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 简称大影节 闭幕式继万表之夜 翻墙电力在近南大学隆重举行 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朱颖集团党委书记 王锤林近南大学党委书记 林如鹏 广州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 朱小义等领导 嘉宾奔奔出席 刘伟强 古天乐写闭幕电影 武林怪兽 隆重信应 并与大学生现场互动 气氛十分热烈 古天乐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 业依这个角色的心得 我是演员来的 我记得怎么去跟他周顺 他是一个脱哨做出来的 一个怪兽也好 我们演员都要看剧本 要听导演说了 要记得怎么表达感情的 当然在现场可能没有 可能你们看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看对手 我们演戏的 但是特效者有这个好处 你可以把一个 我们一个想法 把它无限量的放大 能做到一个 你们宽享以外的意见性 第15届广州大学生电影节的闭幕 更像是一颗逗号 以创立清脆奖 邀请全国高校社团 担任开奖嘉宾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无意识揭开 未来更精彩篇章的序剧 越影越青春 好电影 我来听广州大学生电影节的明天 尤为值得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